有一張信用卡來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下面就知道啊 這個有聯邦銀行就知道是什麼片 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到底是 聯邦銀行的哪一張信用卡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來簡單的做一個開箱 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猜到 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都有先處理過 有沒有看到 這張卡片其實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反光的部分 它其實是 看一下喔這樣就看得完清楚 這其實是法拉利無限卡 它來就是因為它 去年年底它跟法拉利的合約已經結束 關係了 所以聯邦銀行它就是重新發了一張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叫做無限卡 就是銀行版的無限卡 它也叫做大套牢吧 一樣就是說你假如12000年費 然後每個月就是拿1080元的回饋回來 那你19年你可以拿到的回饋 大概就是8%左右的限制回饋 所以如果您自己本身是喜歡 就是跟銀行A好看 然後拿那個就是好幾%的限制回饋 這張卡片請你一定要務必就是把它辦下來 這個只要年收大概100萬以上 就而且是常常使用聯邦信用卡的 基本上都很容易把它辦下來 對那這個卡片我要去猜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這個是仔細看一下 對它靠近一點看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有一些那個 這叫什麼東西 這是鱗片的那個波紋嗎 其實是不錯看 所以如果您自己本身是已經有大套牢的朋友 其實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你們最近有沒有那個銀行寄來的信 基本上應該就有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您是新戶要申辦的話 我想應該近期它就會開放 讓你們去申請這個大套牢了 對它這個整個產品應該已經重新包裝完了 所以應該是不讓大家申請 所以你們如果喜歡的話就是可以考慮 去申請這張卡片來使用 對就是簡單的 就是最近收到還不錯的信用卡 跟大家分享